美国压力下 台积电还是投降了 台积电还是向美国妥协了 据于美国政府划定的最后期限 不到一个月之际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1日透露 包括英特尔 英飞灵 SK海力士和通用汽车在内的企业 以表态愿意提供数据 商务部鼓励其他企业跟进 在声明中 台积电称 向美国提交资料 旨在协助厘清半导体管修问题 台积电一直以来 与所有关系伙伴积极合作 已突破全球半导体供应上的任何挑战 但在此之前 每次被问及是否会向美国提交材料 台积电都再三强调 客户信任是台积电成功的要素之一 台积电绝对不会泄露客户数据等敏感信息